我們要請到是我們的 何敬鼎老師 老師好 大家好 其實我覺得這一波卡達四竹菜 大家只看到踢球 其實他沒有看到 中國跟美國背後 正在較勁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 那個卡達四竹菜 美國贊助了 這個卡達四竹菜11億 中國贊助了13.95億 所以連四個都要比 就從贊助金額都要比 贊助金額比下去之後 你想想看 中國哪有那麼好 從一帶一路 你就看到負債累累 各國沿路都是負債累累的 中國就是贊助了那麼多 他們當然有一些好處 像中國那邊的義烏 他們四竹菜的相關紀念的 衣服 鞋子 大力杯那些 其實義烏就包辦了70% 義烏全部都是義烏做的 而且他們還專門做了一條線 海運的線 直接從林坡還有上海的港口 直接就送到卡達哈馬達港口 搶單搶很兇 對 直接搶單搶很兇 而且說真的 他們最主要的館場 盧塞爾也是中國廠商去建的 建完之後現在開打了 還空運兩隻貓熊過去 讓大家做個大內宣 跟大家講說 你看我們中國熊貓多麼的可愛 冷氣直接送過去 還要吹冷氣 因為大熊貓很怕熱 卡達很熱 對 所以你看一下 種種各種的跡象 中國跟美國就是持續在較勁當中 而且大家知道嗎 卡達是中東唯一一個國家 跟中國有簽署貨幣互換協議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人民幣跟卡達的貨幣 可以在那邊直接做清算跟結算 這有什麼好處 師父 我們原油是要用什麼買 原油 我們國家買原油用什麼 用美元 那代表說卡達直接跟中國 中國直接跟卡達買原油 買天然氣可以用人民幣 直接就跟你買了 所以他直接用人民幣 換他們那邊的天然氣 換那邊的原油都可以 而且中國還賣武器 賣武器給卡達 就是那種BP-12A的地對空飛彈 所以他們的關係真的是非常好 其實從美國退出阿富汗之後 其實美國在中東那邊的勢力 越來越小 所以避開這些老師 我們應該說避開地緣政治的因素來說 所以現在選鼓當中 是不是就是去中化 去美化最好 我們不要去繳這些戰爭對不對 對 我要跟大家講 他們就持續的較勁當中 所以就是發展兩個題材 第一個是去中化 一個是去美化 再來全球地緣政治還是風險很高的 現在還在戰爭 所以各國都會增加預算 軍事的預算 所以我認為就是去中化 去美化跟軍事預算 這三塊題材大家可以去 就是發展一下 就是有相關的股票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報紙也可以發現 你看一下 面板驅動ICR出現一個分流什麼 就是說美國那邊說要制裁 就是說可能中國那邊的面板驅鬥ICR 可能就不能供候到美國 對面板來講 也是一個滿好的一個就是跡象 因為面板已經處於低檔 中國那邊的東西 如果沒有辦法出口的話 我覺得對報價來講 是有很好的幫助 這邊也再一次的顯示告訴我們什麼 中美之間還是持續的競爭當中 美國持續制裁中國 所以相關的類估 我覺得相關的廠商 你一邊靠中國 一邊靠美國 我覺得都是可以獲利的 老師 去中化的指標 我們要看什麼個股 去中化的指標我們來看一下 去中化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有什麼去中化的 最近去中化的話 大家去思考長江存儲 長江存儲是 那個時候iPhone14被人家拆解 拆解出來後 他發現原來連蘋果 都用長江存儲的一個記憶體 為什麼蘋果要用 因為長江存儲它的記憶體 比一般市價是便宜20% 結果現在拆了以後 蘋果說什麼 不用了 不敢用 所以他馬上就用回其他的 就是記憶體 記憶體相關類股 就是有一個去中化的題材 因為中國東西不能用 你不能用 所以我覺得記憶體相關類股 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所以最近其實很多記憶體類股 包括華邦電 還有比如說像那個什麼 那個8299那一檔 群聯 群聯都滿強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記憶體相關類股是走勢真的蠻強的 但是我們今天要幫大家介紹的是 那個 玉創 因為玉創過去來講 玉創過去來講 他其實他題材非常多 玉創的話 他本身是做立基型的D-Rain 立基型D-Rain的話 他也有包含了什麼 元宇宙 什麼Type-C的題材 全部都有 今天雖然說開高之後 有點向下修 出現了一個比較長的一個上影線 但整體來講 他已經突破了這邊的前波的壓力線 而且今天是有帶量的 所以今天收盤價是收在相對的高點 我認為他突破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這幾天如果能收盤 收在這附近的話 那就是一個換手成功 換手成功的話就滿有機會 持續的向上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一檔去中化題材 玉創的部分 再來除了玉創之外 還有下一檔 比如說像是星星的部分 為什麼我們特別講星星 因為去年就是江蘇那邊停電的時候 我就發現 星星在大陸那邊只有26%的產能 南電40 景碩是20 你會發現星星跟景碩 它的產能是最低的 也就是說如果說外國的廠商 國外的大廠 蘋果 它要增加非中國的產線的話 這邊它佔比比較低 它影響就比較少 比如說美國要對你做制裁的話 星星跟景碩只有20% 制裁相對來講 對它影響很小 而且星星在這三檔來講 它的營收 獲利 各方面都是比較漂亮 你看一下窄版三雄 星星營收持續向上 南電跟景碩都是在它下面 再看下一張 這是營收的比較 再看一下盡力的部分 也是一樣 星星就持續的向上 南電也是持續向上 但是它算的 就是沒有星星多 再看下一張 下一張也一樣 我們看單季的EPS 我們單看它的就是EPS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星星它的單季EPS 是一直不斷的向上墊高 是成一個階梯狀的 也就是說 它在這一波的下跌當中 它基本面根本就沒有改變 而且訂單還是持續的滿載 滿載到明年都還在滿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的圖形的話 剛剛圖形最近來講 星星它就守在缺口之上 持續的震盪 我覺得這個缺口 如果有守的話 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只要這個缺口守住了 後續就會持續的向上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這個缺口 好 所以這是載板的部分 那老師 今天其實最熱的話題 還是在軍工概念股當中 對 因為軍工概念股 你看明天雷虎就要出關了 所以我們怎麼來看到 這樣的一個題材 因為剛才特別講到了 在去中化 去美化的過程當中 除了去中化之外 還有所謂的去美化的個股 有哪一些是可以選擇的 去美化我們之前幫大家講過 就是金星科 金星科我們可以看到上一張的部分 為什麼特別講出來金星科 其實在全球來講 你要設計晶片的 就是有三大架構 第一個是X86 第二個是ON 第三個就是Risk 5 過去來講 X86都是用在我們的筆電 還有什麼PC上面 ON的話就是我們的手機 全部都是用ON架構的 唯一一個就是Risk 5 是獨立於這兩個 這兩個都受到歐美控制 Risk 5架構 它是一個開放性的架構 目前來講 安卓的手機也可以用這個架構去做 大家想看 所以它算是第三勢力了 最近興起的 對 中國有13億人口 過去來講 它的手機都是用這個架構做的 如果說它要避免美國制裁的話 以後有沒有可能全部都換成 這個架構去做的手機 有 所以在金星科的部分 它就是聯發科的一個子公司 聯發科子公司 它是專門在研發 這個Risk 5架構的一個晶片 所以我覺得金星科 大家可以去留一下 但是短線上 坦白說是長比較多 我建議大家可以留意 回檔的機會 再進場去做一個買進 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來講大家可以觀察就是 大概525塊 震盪 如果沒有 震盪都不跌的話 我覺得在525塊附近 也許就是一個新的機會 OK 好 同類型的 老師也是IP的 包括金融金星科之外 還有四星的部分 四星的部分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中美持續的競爭 但是中國 它現在看起來就是 我就是要跟你較勁 我要發展自己的架構 發展自己的晶片 所以四星的話 過去來講跟中國關係是最好的 你看看它有82%都是高速運算 而且它客戶有包含了很多 比如說像是大陸的 避壤科技 木溪集成電路 都是它的客戶 所以未來營收佔比如果越來越高的話 就會帶動四星的營收持續的成長 股價也呈現一個V型反轉向上 這幾天我覺得 900塊看起來是有點壓力 但震盪如果不跌 大概在800塊附近守住的話 也許又是另外一個新機會 大家可以去留意 好 除了說個去台化 去中化之外 去美化之外 其實今天這個軍工股好漲都噴出 有人說這會不會跟選舉有關係 畢竟選錢了 軍工概念股到底還有沒有機會 今天很多黨攻上漲停板之後 還能再創高嗎 關鍵老師我們先來看雷虎 因為雷虎明天就出關了 最近他被關金幣 照樣天天往上攻高 所以明天出來之後 會不會蒙虎租閣 還有機會嗎 我覺得還滿有機會 因為明天既然要出關 今天還能再創新高 我之前也教過大家一個小訣竅 如果是正式的突破之話 正式的突破 他通常都會在短線之內 持續的向上再創新高 你看 這邊突破 創新高 創新高 再創新高 也就是說未來三天之內 他還滿有機會持續的創新高 大家只要留意今天的低點 不要被跌破 這個多頭的氣勢都沒有改變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看到雷虎 看起來已經這麼高檔了 還能追嗎 所以我們就研究一下 旁邊上還有哪一些軍工類股 因為雷虎是坐無人機 他是坐無人機的話 前一波就是俄羅斯 就派了無人機去攻擊烏克蘭 所以就大紅 那就帶動雷虎就持續的向上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資金全面轉往軍工相關類股 包含下一檔的合成 合成大家講 今天直接漲停板 這是衛浴吧 對 但是其實他現在 因為他有多元的材料 他做出來了 比如說像是防彈的陶瓷 防彈衣 防彈工事高 他不再只是衛浴設備廠了 他不是只是衛浴設備廠 所以大家發現 他也有做相關的一些軍工題材 所以帶動今天股價直接一根向上 就是突破前波高點 這邊是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跳空 今天的跳空我認為又有帶量 KD指標也從第一檔 出現了一個黃金交叉 所以我覺得在15塊這邊一個整肅關卡 看有沒有震盪給大家再進場一個機會 而且他真的是比較小支可以入手的 好 再下一檔也是軍工 也是軍工的話 寶一 寶一其實他是做航太零件的 今天也是一樣 因為軍工概念廣 也飛了 也是漲停板 也是漲停板 因為大家想想看 你做軍工 你就是飛機 飛彈這些相關的 所以寶一也是航太相關的類股族群 今天也是一根帶量 你看這邊的KD指標 也是從D檔剛出現黃金交叉 如果單純從技術指標來看 這不是才剛開始嗎 也就是說今天的突破是一個起漲點 這邊起漲點我認為 如果說後續如果有在22.5%附近 有一個震盪的機會 也許也是給大家一個進場的機會 如果說明天又漲停 可能就沒機會了 好 而且老師 今天其實軍工概念國當中 鋼鐵也起來了對不對 對 我們可以看到 軍工大家想到 軍工怎麼跟金剛有關 其實金剛他做特殊鋼材的 他是台鋼集團旗下的一個公司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金剛的部分他過去來講 也是提供一些軍用相關的飛機 一些鋼材的部分 所以今天也是跳空直接帶量 漲停噴出 我們想到 老師這麼多的漲停板的股票 我要怎麼買 沒關係 金剛漲太多了 漲停板買不到沒關係 還有一檔 我們可以下一檔 就是榮鋼 榮鋼一樣是同類型 他也是台鋼集團旗下的公司之一 都是特殊鋼 對 他也是同時特殊鋼用在車用航太都可以用 所以我們看到 剛剛金剛漲停 榮鋼 鋼突破 鋼收盤 收過新高 我認為今天鋼收新高 而且是站在錢高之上 這邊錢高就形成了一個支撐 在年底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他既有軍工題材 年底12月 公司要美化一下財報 都有作戰行情 台鋼集團 他就是一個整個集團 他整個集團旗下 我認為就是有一個作戰行情 再加上軍工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覺得有雙題材的帶動之下 我覺得榮鋼還滿有機會 後續持續再創新高 大家可以留意榮鋼這檔股票 另外來看到了 到底接下來明天還有哪些特別的族群 金剛老師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短線上來講 美國股市都已經漲17%了 台股短線也漲了差不多2000點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 閃戶還沒進場 我們榮之餘還在1631左右 這一波漲了2000點 榮之餘完全沒有增加 我認為現在是暫時震盪 等待了不確定因素 就是CPI利率公布之後 台股就有機會繼續再攻新高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 把握機會就是要低接高賣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老師 重要的經濟數據 明天社報看到了 是12月 12月13號跟15號公布 所以在這之前是持續震盪 震盪反而是給大家就是 進場的機會 摩爾證券頭顧 0800 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780 08007 08007 08007 08008 1